家里的这片花园呢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呢也是会有不少的活儿 然后今天呢要做一点工作 就是这种是红椰子树 就是这棵树 去年呢掉下来很多红椰子果 就这种小果子 今年呢都长出了那个小苗苗 我就一直种在这里面育苗 但是因为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院子比较阴 而且呢因为育苗嘛 它这个土里面的水分呢 一直是比较多的 就很容易招蚊子 所以我现在苗呢长得应该很不错了 所以我现在要移盆 然后把这个盆子呢 盆出来之后再重新喷漆 放到外面 做花园的工作看上去 可能事前画艺 但是在青麦这边的话 那温度相对来讲比较高嘛 所以在做花园工作的话 要么一早晨 要么呢就到傍晚 但是傍晚蚊子又比较多 因为我们家是植物比较多 所以蚊子比较多 今天天气还好 你赶紧把自己的干瓶做 那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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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小苗苗是已经整整长了运营了 知道移植后能不能活下来 试一试 好久没有更新饰品 因为小孩一直在家风刺锅里面 然后最近也在习习太语 还习习太语 就没有太长的时间 一两个小时这样 可以在一个安静地去做视频 给你学习习苗 这就是刚刚移完盆的这些小树苗 这也是一棵小树苗 这是在我们小区的那个花园里捡的 当时只发了两片叶子 然后现在长了很久 然后才长这么大 都是可以长成很大很大的树的 刚刚藤花盆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只蚯蚓 家里有蚯蚓特别好 可以给这个花的土松一松 长长的一条蚯蚓 这也都是小苗苗长大的 这种 这是支架花 就是我们国内小时候图 加点名帆就可以图支架那支架花 然后这个是当时是捡的非常小的那个小苗苗 然后捡回来之后呢 种在家里 现在已经长很大 那个还不算长得特别好的 然后可以看这边 就长得已经很高了 我估计再过一周就可以开花了 然后呢 这个是死藤花 它的这个种子掉在地上呢 就发芽了 我就把发芽的一部分死藤花的种子呢 单独移到了盆里面 就是这一棵 趴在白色的这个栅栏上的这个 很大的 接下来 准备吧 这个车轮胎塑的花盆清洗一下 清洗完之后 晾干之后 然后喷漆 锁成漂亮一点的花盆 放在房子的外面去 你在干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上一个颜色 这是图案 这是几块儿漆 这是我要在这儿 我爱心的地方贴上 把这个爱心的其他颜色 你帮我 不 你帮我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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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底色的这个 蓝色 对 你帮我这儿 对 你要离我远一点 因为这个气味比较淡 我离你远的 妈妈这堆草也不好 掉在他身上很疼的 没关系你过一段 过几天草就要割了 好 可是有蓝色的草也挺好的 对 确实挺大的 真做起来了 呃 臭 浓 这样好点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脚 摘上头放到这里 看多好呀 现在可以坐着看了 已经变成蓝色了 蓝色OK了 蓝色OK了 没有OK 我知道了 这有了那个星星吗 对 帮我拿一双 一次性我看 OK 谢谢 对 就对 来 帮我玩 你 不 做什么 都不 妈妈 不 是 水奶 那是粉色的 寶寶 你想出去吗 寶寶 你想出去吗 寶寶 你要小心一点桌子 寶寶 不行 妈妈 我们那个小植物的桌子上面已经有木耳了 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等量干 这漆很容易干的 第一次做 然后里面的这个边缘的位置 也要给它喷好漆 这样看上去更漂亮一些 弄好的这个花盆 就放在这里了 这是已经种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死不了 因为阳光好所以开特别好 但在院子里面的话就不行 越开越烧 花又太越小 琪琪回家了 走 走了回家了 回家了 琪琪 好吗? 好吗?